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有人说,要把开心当成一种习惯 的确,在我们琐碎的生活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痛苦和挫折 难免会不开心 但不管遇到多难的事 心情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再难的事情也总会过去的 开心与不开心都要过一天24个小时 你会选择怎样度过这一天呢 曾经看过一则报道 有人采访了一位百岁老人 他问老人,能告诉我们您承受的秘方吗 老人笑了笑,答道 我没有什么承受秘方 每天开开心心的生活就好 其实啊,你会发现 生活中很多人的疾病大多和心情有关 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是相辅相成的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人 大多身体要健康得多 因为人的精力有限 开心了就没有时间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了 也正因为开心才能有更好的心情和精力 去面对更好的生活 以下是能哄自己开心的15个小良方 送给所有的人 一,不自我否定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对自己一直持否定态度 那肯定不仅是没有办法做好他的 有一个香港富豪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人生不需要做很多事 少做一些措施就好了 不要妄自菲薄 不要轻易怀疑自己的人生 只要学会肯定自己 欣赏自己 才会变得闪闪发光 二,精心呵护自己 养身养心 随着现在生活越来越丰富 有很多人不注重 对待自己身体和心理健康 从年轻的时候 就要懂得保养自己的身体 每天坚持一个小时的锻炼 吃完饭 一家人出去走走 散散步 身心愉快 只有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人生才能变得更好 三,凡事都以自己的身体健康为重 如果这件事情 对你身体健康有害 那就一定不要去做 比如抽烟酗酒 熬夜刷手机 只图一时的享乐 长期下来 却是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如果你觉着 一下子戒掉这些坏习惯很难 那就从此刻起 让自己慢慢的 一点一点去戒掉 换成对身体有益的好习惯 比如早睡早起 多运动 每晚睡觉前 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 能够赶早一整天的疲劳 让自己每天都心情愉快的入睡 四,每年一次大体检 看现在很多的报道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 很多重大疾病 也趋向越来越年轻化 原来癌症的多发病率 集中在五十到六十岁 而现在有很多三十到四十岁的人 也正在经受着癌症的清洗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高血脂 高血压 脂肪肝等疾病 也越来越年轻化 我们不能汇集记忆 每年做一次体检 可以提前发现身体的异状 早就医 早治疗 身体健康 永远是最重要的 五,不为已经发生的事情 懊恼和抓狂 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不要再为之自责和难过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和结果 我们需要做的是解决问题 如果这个结果 我们还能去改变 那就努力地去做 如果你再痛苦或者难过 事情也不能改变了 我们为什么 还让自己这样痛苦呢 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上 六,不贪小便宜 吃亏是福 占便宜是货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都是需要礼尚往来的 便宜只能赚一次 如果在跟别人的交往中 一味只想赚别人的便宜 却一点也不想付出和感恩 那么试问 谁愿意和这样的人交往呢 七,学会存钱和理财 一个人年纪越大 就越会相信 一个人一生中 90%的烦恼 都是因为没钱 养成储蓄的习惯 给自己的人生做好规划 一个人的收入是有限的 而消费的欲望是无限的 如果你没有储蓄 不懂理财 日子只会逐经见肘 越来越贫困 有储蓄会理财 日子才会从容淡定 让人的收获越来越有底气 八,不盲目消费 人们都追求更高的生活 可人的欲望是个无底洞 很多厂家都是抓住了 人们贪小便宜的心理 有些人看见商场打折 当时觉着便宜 不买就亏了 忍不住买买买 可买回来之后才发现 根本就用不了几次 结果 买回了一堆杂物 放在了家里 你一定要把钱 花在刀刃上 这才是会花钱 最高的智慧 九,只救急 不就穷 借钱要谨慎 不要做劳好人 生活中真正需要帮助的 是那些遭遇突发困难的人 比如遭遇重大疾病 或者创业失败 这时候朋友开口 我们可以施以援手 但如果一个人一直贫穷 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 这时候跟你开口 我们就要谨慎 一来他们不思进去 二来他们可能会不懂感恩和羞耻 永远不会满足 穷久了 你的施舍 他们不但不会感恩 还觉着理所应当了 我们没有义务去主动分担别人的不幸 十,追求金钱 但不守财 很多人为了赚钱 累坏身体 甚至打赏性命 也有人成为守财奴 只知道拼命赚钱 却从不懂得用金钱 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不守财 学会合理的花钱 赚钱的最终目的 就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生活 不要本末导致了 十一 不要和烂人烂事纠缠 我们一生算下来也不过区区三万多天 要珍惜这珍贵的每一分每一秒 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让人讨厌的人和事 切记 要把自己的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对自己友谊和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上 常与同好争高下不与傻瓜论长短 心无挂碍才会活得鲜活风银 十二 珍惜身边对你好的人 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天经地义的付出 也没有谁必须要对你好 如果生命中遇上了一个对你好的人 一定要懂得珍惜他 不要去拿别人对你的爱 对对方意志弃势 忍让是为了在乎 并不是害怕你 伤了对方的心 再去挽回就难了 十三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论你做什么事 说什么话 总会有一些人不喜欢 所以不要去指望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被误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一千个人连里 就会有一千个不同的你 无论你怎么生活 都会有人说三道四 如果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就会活得很累 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勇敢地去活出最真实的自己 就可好了 十四 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 悲伤 快乐 生气 难过 郁闷 这些负面情绪 每个人都会有 试着去接受它们 找到自己的排解方式 而不是苛责自己 不允许自己去生气 你可以生气 但是不要一直生气 你可以难过 但是不要一直沉浸在难过之中 要让自己有释放的出口 允许自己哭 但是哭过之后 擦干眼泪 更有力量地去做接下来的事 这才是最重要的能力 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和减压的方式 比如散散步 或者跟朋友聊聊天 或者听一首喜欢的歌 十五 时刻让自己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人与人之间 原本没有最大的区别 只是由于各自心态的不同 而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积极地充满阳光的心态 能够不断地改变我们的命运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 你对他哭 他就对你哭 你对他笑 他就对你笑 人的一生 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生活的琐碎和意外 我们不能决定 唯一能决定的 就是自己的心态 余生慢慢 让开心成为一种习惯 让快乐长伴身旁 用最舒适的心情 过最从容的生活 人活一世 不就是图个开开心心 开心点吧 别太计较得失 以后你会发现 人生不在于得失 而在于经历 开心点吧 别太在意金钱和欲望 人老着之后 你会发现 对你来讲 最重要的标签 就是健康 开心点吧 没什么值得你忧愁 因为有饭可吃 有衣可穿 有路可走 有地方可住 有良人相伴 余生慢慢 让开心成为一种习惯 让快乐长伴身旁 用最舒适的心情 过最从容的生活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